我初初來到澳洲的時候 西方人對中國的武術可以說得認識是很少的 當時人們打架起腳就算是很不公平的 其實我記得都是由李小龍開始拍電影之後 西方人才開始認識中國的功夫 究竟李小龍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大家或者都會知道多少 今天我們請坤士蘭華雙周報的總編輯 梁漢松先生來和我們再講述一下 梁先生你好 李先生大家好 今天講一下李小龍的故事 如果是二十世紀 這個人化的傳奇人物 不用說了 如果說西方當然可以說占士甸 巴黎蓮夢露 楊威世界 可惜也是英年早逝 東方我們也有一個就是李小龍 李小龍死的時候才33歲 算起來也是33年前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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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死了之後 名字才越來越厲害 其實他在世已經很厲害了 死了之後更厲害 今時今日李小龍迷 和李小龍的武術研究會社 網站和刊物 越出越多 其實很多人現在迷戀李小龍 即是李小龍死了之後才出生 真是奇怪 也是一個威水的人物 值得說一說 就像馬王皮絲 克里斯利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很迷戀他 沒錯 李小龍的電影 無論是亞洲 歐洲 非洲 南美洲 你也可以找到他錄影帶 你也可以來看 也有人談論 學他 種種情況 查實李小龍已經是1940年的人 如果今年還沒死 都六十幾歲 啊啊啊 白 但是 因為他早死的話 人人都記住他年輕人威猛的形象 所以早死也有好處 查實原來他是演藝世家 他爸爸是粵劇的名寧 叫做李凱全 就是住民粵劇的醜生 李小龍在美國出生 當時李凱全 帶著他懷孕的妻子到美國登台 李凱全 當時就在紐約唐人街做大戲 而太太就放在三藩市那裡 瓜屬帝駱李小龍出生 那麼 就在三藩市出生 出生時的名字 不是叫李小龍 而是李震凡 因為他三藩市出生 所以叫做李震凡 出生幾年之後 就把他帶回香港 因為李小開喘也是做電視 電影、粵劇 是兩棲動物來的 李小龍呢 很小時候 就跟了爸爸進去片場 煞煞滾 有些人說 這個小孩子這麼精靈 找他做同星 李小龍就開始搭入影圈 最初的電影 就叫做小路牆 當時一本比較通俗小說 小說還是連環圖 我也不太清楚 誰是牆 小路牆 即是吉祥的牆 一個小路 就是當時街邊的小流文 一個爛仔的故事 是吉祥祥 他還當主角 當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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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 拿著刀 又追人來打 當時小路牆的作者 叫做袁暴雲 幫他改了他的藝名 叫做李小龍 就是他改的 然後李小龍一路就讀小學 中學地讀上去 在香港 一路還在拍電影 例如拍了另一部電影 叫做《危樓春曉》 做一個窮家人的兒子 他演戲的天才 很早就被人發掘出來 到十多二十歲的時候 就開始拍一些少年的角色 其中一部電影叫做《雷宇》 大家都知道 雷宇 他是做第二兒子 他離開香港之前 去美國錄書 最後一部電影 也是一個擔正主角的電影 叫做《人海孤雄》 大家聽過沒有 《人海孤雄》 也是說了一個 暴風少年 當時的飛仔 這樣的情況 李小龍的人 非常百厭 很喜歡打架 當時經常和同學打架 又被人趕出校 讀過幾間中學 他就跟過幾個師傅 學過不少的功夫 學了之後 就去美國 去到美國之後 就半工讀 在唐人街打工 繼續學習武術 自修 現在結交武術界的朋友 看很多武術的書籍 功夫一日比一日好 後來 他就用了這個功夫 開始結交荷里活的影聲 就用收好高的費用 一段小時來計 就是教人功夫 這就是當時的創舉 同時 當時很多華人的功夫師傅 是把功夫很秘密地 不教給西人 他就把功夫公開收錢 來教給西人 引起一些功夫師傅的不滿 向他挑戰 結果被他打敗了 當時他收的大明星徒弟 有幾個 例如史蒂夫麥坤 或者詹士高斌 都是他的徒弟 明星就越來越響 作為功夫師傅就越來越響 但是 他也有興趣拍電影 電影方面 對華人的重視性 不是很高 有時找他客串 做一些小流氓 做不到主角 他就很激氣 到了1973年 李宵龍大約是30歲 當時是香港的邵氏公司 大家知道 老牌電影公司 還有高級人員的周文懷 自己出來開了一間 叫做家和電影公司 有人向他介紹 就去美國 找了李宵龍回來 用幾萬元的價錢 拍了一部電影 叫做唐山大興 由羅惠來導演 這部電影一出 當時打破了香港的票房紀錄 而李宵龍的身手 人家稱為李三腳 連環腿 一個一個把敵人踢下 改了一個名字 叫李三腳 全港就為之瘋狂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讀大學語科 一班同學 就是因為李宵龍的原因 就是去學功夫 當時 街上學李宵龍的打法 帶上來的叫聲 好像貓叫 兩支軍 非常通行 李宵龍 就因為唐山大興 成為功夫巨星的代表 嘉和當然 這部電影拍得成功的話 就一而再再而三 再拍一部電影 就叫做 精武門 精武門也是很出名 以霍元甲 我們上幾個星期都講過 霍元甲的時跡 來拍的 李宵龍的角色叫做陳真 也是一部打得很燦爛的電影 影迷就更加瘋狂 電影解也是 武術界方面也是很出名 聽說當時有人向他挑戰 就被他打倒了 就更加厲害了 我看會一出戲 說李宵龍的 說到他當時已經結婚 跟一個西人 是的 沒錯 當時在美國 在相當高級的時 還在教功夫 有一個徒弟 女徒弟 叫做Linda 師生女 其實大家年紀相差 三兩年 大家結婚 在美國方面 生了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兒子叫李國豪 女兒叫李香盈 後來他回香港的時候 都大了回香港 Linda 跟著他回香港 兩夫妻在九龍堂那裡住 很可惜 李宵龍死了之後 兒子和女兒 老婆回到美國 兒子也回到荷里活 也做了明星 但是很可惜 拍一套戲裡面 意外身亡 因為道具槍 不知為何變成真槍 他一槍打 就打死了他 真的很可惜 李國豪 其實當時都曾經 香港請過他 回來拍過一套電影 叫做龍在江湖 還是怎樣 名字就是這樣 也拍過一套電影 當然功夫來說 兒子就沒有爸爸那麼厲害 就是這樣 李宵龍 拍完精武門之後 自己開始是寄養 做導演 自己拉大隊 去了意大利拍了一套電影 他就是猛龍過江 也是把他 初出去美國時的趣事 例如 他叫菜又不會叫 亂點 在餐派上亂點 點了五六個湯 差不多是夫子自盜 就是把自己的趣事拍出去 就請了他當時的一個徒弟 叫做羅麗士 羅麗士本來是空手道冠軍 後來也要拜李宵龍做師傅 就是 師兩師徒 就是裡面的一個做中的做奸 打了一段很燦爛 在羅馬鬥秀場裡面 打到飛起 他的電影 一套接一套 一套接一套 就越來越賣座 拍完猛龍過江之後 李宵龍 又再籌拍 下一套電影 就叫龍爭虎鬥 他心目中的願望 始終都是希望踏出香港 踏出亞洲 成為一套世界性的電影 拍一套荷里活導演 親自撿到的電影 第四部 這套龍爭虎鬥 他就成了這個心願 當時荷里活的華立電影公司 就派了一個美國導演 叫羅拔庫洛斯 幫他帶了一班美國演員 拍一套國際性的電影 這套西片 不是國中文 而是西片 而是龍爭虎鬥 裡面也是一個英雄 殺入一個孤島裡面 就是跟壞人 惡斗 這套電影 就是石堅叔 石堅叔和李宵龍 最後一場是一個鏡公 裡面很多鏡 一個人 變成很多人 迷迷糊糊 大家大打一輪 石堅叔 就被他打死 不懂得說 拍了這套電影 我覺得反而李宵龍仔 亞洲拍的戲 比以前那三套 又比較富於特色 至於國際化這套 我反而不是太喜歡 因為西人導演 始終都好像格格不入 那樣的 那 那 龍爭虎鬥就拍完了 之後他又拍 又打算自己做導演 然後再拍一套戲 叫做死亡游戲 死亡游戲 那個戲肉當然是 最後就是大打一輪 就是一個塔 塔 有分很多層 每層是一個不同門派的高手 用不同方式的功夫 跟他比試 當然他一邊打贏 一邊打上去 很可惜這套戲 拍到一半左右 李小龍 世世的消息 就傳來 李小龍 是1904年出生的 到1973年 只是33歲 當年 記得 7月20日 就傳出一個 沒有人可以相信的消息 李小龍 死了 沒有人可以相信的 因為一個銀幕上 這麼龍精苦猛的人 人都以為他是無敵 金剛不壞之身 居然會死了 還要死了 在一個 當時的女明星 叫丁沛的家 嗯 一件都不是很光彩的事 因為當時李小龍是有太太 為什麼在另一個女人那裡死了呢 當時也申請很多揣測 我們這裏今天的節目 就不要說這些 不過 知道 丁沛小姐 經過了30年之後 在台灣現在 重新 將這件事 向公眾表白 嗯 到了今時今日 就是 李小龍的兒子 不好意思 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一生 女兒已經成才了 已經30多歲了 那太太呢 在她死了之後 二十多年 還在獨身 最近這幾年呢 再跟另一個美國人結婚 嗯 李小龍的故事呢 就差不多幾十年前已經結束了 但是那個傳奇呢 還是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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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越來越多人說 越來越多人談論 這也是 二十世紀文化 或者我們華人入面一個 有人叫他民族英雄 叫他什麼都好 一個名人 很值得很值得大家 就是紀念的事情 是啊 嗯 好啊 那我們今天很多謝你啊 梁先生為我們追述 李小龍這一段歷史 好啊 多謝多謝 拜拜